好 说到身材呢 其实女明星应该更加注意吧 但是怀孕生子是没有办法的 身材肯定会走样 所以自从大S怀孕生子之后呢 就鲜少露面了 发微博晒照片呢 也只能见到他们家乖女儿 这个小月圆 那这回呢 辣妈终于是复工 出来站台了 对 因为之前她有说到说 一定要瘦到那个分量之后 才会跟大家见面 那这一次恢复的如何呢 就要等待各位来现场检验一下了 那当天出席的呢 还有小S 恐怕大S要和小S放在一起 会比较是难免的 究竟你更喜欢谁呢 去现场看一下 好 连身裤袜配宽松肥裙 大S这一身装扮 是略有折肉的嫌疑哦 在往美艳动人的小S身边一站 似乎气场就弱了很多啊 人家当辣妈的 是看不出有过孩子 您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您生过呀 我自己当了妈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真的 很深入其中之后 那个感觉跟你在旁边看人家当妈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 我说大S 当妈不是借口啊 你看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妈 你自家的妹妹小S 哪有一点点负态嘛 难怪一向讨厌跟美女合照的小S 这次却大方地和姐姐合照一张 这两张脸蛋 差别还真不是一点的大呀 这样的姐姐我最爱了 那下一个小S身边的小S身边 就没关系好 不一样